现在我们就要先从分析技术面开始来跟你分享 所以我们请各位来去观看我们的Power BI 大家都到这个画面了吗 都到这个画面了 接下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事 常用底下 能不能做了简贴簿 不行 因为完全没有资料 所以第一件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取得资料 对吧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取得资料 各位刚刚你们已经下载下来那个超市范例了 取得资料里面我们可以取得Excel资料 可以取得文字资料 可以取得那个很多种像Seql Server资料或者是GA资料或者是网址 一个网址都可以这边其他其他你不用点其他你只要看我做一下你看其他里面 跟档案有关系的还多了一个叫做资料夹 有看到哦 这就是如果你不会做资料合并 没关系 我就只要指定到一个资料夹 把相同类型的档案全部丢进去 什么叫相同类型的资料 举例来说105年交通意外事故是不是一张资料表 对不对 那请问会不会有106年交通意外事故资料表 会嘛 这就要相同的类型 直接放在相同的资料夹 你会不会做这件事 会吧 就是复制贴上嘛 那你要是没有这个资料去开放资料那边下载 通通都有 所以这边我要特别告诉你有资料夹 可以哦 好 我现在取消 来请点取得资料 第一个 Excel 因为我给各位的超市范例是这个 Excel资料 所以请点它 请问刚刚我们下载下来的范例 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我刚刚下载的范例 我确实是放在下载这个地方超市范例 所以麻烦请各位点这个超市范例 然后再点开启 这里面Excel档案嘛 所以它可能会有三张资料表 其中有看到订单退货销售人员 我先请各位只要点订单就好了 现在我们只点订单 现在我们只点订单 请问可不可以经过了半个月之后 我再做相同动作 再把这个时候就不用再把订单叫进来 我把退货叫进来 可以吗 可以吧 这个叫做资料市集 需要的时候再把资料叫进来 不需要的时候不把资料叫进来 可以吗 我现在我需要分析订单 可是可能我订单 我分析完毕之后 我老板问我说 那这个月退货的情形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又希望把退货资料放进来 可以哦 需要的时候才把资料叫进来 请问Excel能不能这样子 分不同时间点把资料叫进来 不可能嘛 对不对 听得了哦 你不管什么时候 全部有多少张工作表一起叫进来 这是Excel 可是 可是只有大数字分析工具 它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叫资料 现在 这个是Data City的概念 后来还会有Data Lake 好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现在大家已经慢慢 不谈这种很基本概念了 所以这你们必须要知道 一个是资料仓储有听过吧 仓储应该有听过 Data Warehouse 这个是工作表 工作表 我现在有需要的 我把它叫进来 这叫资料市集的概念 好 请选择订单 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个地方 你先看看有没有乱码 因为有时候我们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资料 有可能会有乱码 对不对 好 有乱码 等一下 等一下你们各组各自练习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有人就是喜欢用以资料打开来的那个档案 他就看到一大堆都是乱码 这边再告诉你 他会自动判断你的编码模式 自动判断编码模式 这跟以资料不一样 这跟以资料不一样 真的有些 会有这种请求 可是 那是以资料 Power BI 不会有 我现在一直在讲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卖高药 我只是告诉你 这是大数据分析 应该要有的基本的辨识能力 因为你就是有可能会来自于网络的资料 有可能来自于本机的资料 有可能来自于资料库的资料 有可能来自于网址 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边做的比较好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就直接点载入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观看一下 当我们点载入的时候 他就说我这边载入 怎么样知道载入成功呢 请看最右边 最右边是不是有看到订单 你可以看这是资料表 下面这些就是栏位 下面这边就是栏位 都有看到 有看到栏位不是空的的时候 就代表你有成功的把它载入进来 我刚载入进来是一张资料表叫做订单 订单里面相关栏位都放在这边